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都君 白内障一定要手术吗 效果怎么样 费用高不高 各位的求知欲 搞得神都君这颗爱秀才华的心立刻就骚动了 关于白内障的查与治 最带劲的知识 走起 检查片 视力检查 第一钥匙当然是查视力 看看视力有没有下降 降到了啥程度 视力表大家都用过 神都君就不啰嗦了 剪眼镜检查 精状体的位置在黑眼珠的后面 想知道精状体是不是浑浊了 得上剪眼镜 小黑屋里 医生把剪眼镜对着患者的眼球 用光线照射患者瞳孔 正常时可见均匀的红影 如果红影中有黑点或黑块 就表示精状体有浑浊 精状体的浑浊在哪里 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做个裂隙灯检查 一目了然 裂隙灯的光是一条一条的 像是给眼球做了无数个切面 让人可以看到许多明暗相间的层次结构 医生会通过各个切面透明度的差异 来判断精状体浑浊的具体情况 操作很简单 患者只要坐在特定的椅子上 把头放到裂隙灯的拖架上 配合医生就欧了 治疗片 医生会给早期的白内障患者开些眼药水 比如比诺克辛纳滴眼液 白内停滴眼液 变达赖氨酸滴眼液等等 它们会让患者的眼睛舒服一些 有些也能延缓一丢丢白内障的进程 不过要说眼药水能彻底治愈白内障 那就是瞎扯 口服药的存在感也不高 难以治愈白内障 目前公认的治疗白内障 唯一确切有效的方法 就是手术治疗 白内障的手术原理很简单 既然精状体浑浊了 变质了变硬了 那就把它取出来 换个新的人造精状体 搞定 最开始的手术是从角膜的边缘开个口子 把淘汰的精状体整体拉出来 窗口小不了 不但对眼睛的损伤大 还影响术后恢复 当当当当 2.0方案出台了 用超声波 通过振动 把变质的精状体搞成乳糜状 再用吸管吸出来 再门诊就能完成 不需住院 据说20世纪70年代的白内障手术切口 差不多在10毫米左右 现在则小于3毫米 小多了有没有 深毒菌提醒 这种手术依赖设备 难度较大 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就诊 手术技术很成熟 手术效果有保障 别担心 深毒菌 那人造的精状体能用多久 深毒菌只想说 对于老人来讲 不用再受罪换下一个了 你就放心吧 做完手术 术后恢复很重要 术后早期有些 眩光 刺眼 干涩 疼痛等症状 都是正常的 不要太紧张 低大约1到2周的眼药水 预防感染 一周内不要使劲用手揉眼睛 洗脸 洗头 洗澡时要闭住眼睛 不要让水进入眼内 一个月内不要做剧烈运动 以免引发植入的人工精状体 位置偏斜或脱位 伤口裂开等 说到这儿 这一季的白内障专题就要结束了 深毒菌希望大家记住 出门耍帅 要戴墨镜 能挡紫外线 护眼睛 多吃青菜和水果 补充维生素很重要 视力变化要去医院 配合治疗很关键 该手术时就手术 技术成熟甭担心 关爱老人是责任 虚假广告靠不住 深毒菌希望 年轻人多关注关心老人 只有陪伴才能发现异常 早发现早治疗 祝愿老人们都能拥有一双 健康的眼睛 能够看着儿子成家立业 看着乖孙健康成长 亲们 下个专题再见咯 要想深毒菌哦 和牙签 三 wurden 之后 cả MING PAO TORONTO